原本计划在基隆市中山区外木山填海造陆新建第四天然气LNG接收站 近来却传出要东移到基隆港港嘴附近 基隆市议员非常担心会破坏珊瑚以及鱼类等海洋生态 和影响船只进出基隆港造成塞港甚至灭港等各项忧虑 对此基隆市长林佑昌强调四街案不是零和游戏 最后不能什么都要也什么都不要 有的在谈东移的方案 有的在谈旧的方案 那今天东移的方案会出来 其实难道不是因为听到许多环保团体 还有几位议员或者地方的意见跟声音 所以才会有东移的一个方案 不是吗 那有东移的一个方案 有东移的方案就是为了要 对不起 你让我讲完 今天有东移的方案 就避开珊瑚跟海善区 这是东移方案 你听我讲 我尊重你的说话 也请你尊重市长的回复 不是个人意见 我想我们都尊重了 但也不是你讲的就是对的 好不好 那东移的方案提出来之后 大家有意见 有一件可以进一步的讨论 东移的方案也不是定案 所以我觉得是说 在这个凝聚的过程里面 不需要一概的去抹杀它 那有意见可以谈 可以提 因为这到最后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 你不能什么都要 也什么都不要 早上有一些医院先去提到说 这个灭港怎么样了 我想其实对于基隆市政府 或者是对于中央政府而言 基隆港的重要性跟它的价值 其实远大于鞋额发电厂 基隆港的价值跟它对我们的重要性 远大于鞋额发电厂 所以怎么可能会有一个 灭港的一个方案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到最后鞋额发电厂 它要转型 到最后会有共识的方案 不可能是这种方案 整个鞋额发电厂的 这个转型的课题 那我刚刚一开始说 其实很多的一个意见 批评或者是建议 我个人认为这都是正面的 那可以继续的去做相关的一个讨论 也可以做相关的一个修正 除非 除非我们反对 我们就不要在鞋额发电厂 以后做电厂 那就什么都不要谈 如果我们是大家有共识 说未来是转型 那变成是天然气的话 那可能就要去思考说 好 那怎么样在中间 去求得一个平衡 那我还是那句话 找寻共识的过程 很辛苦 但应该往那个方向去做努力 那各位关心的这些课题 我相信我们也都会要求 台电必须把它纳进去 整个评估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考量 这个也是市政府 我们从之前一直到现在 的一个态度跟立场 也就是没有一个共识之前 鞋额发电厂是不可能 去执行所谓的转型的一个计划 我想这个也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理解跟认知 机动市议会议长蔡旺莲也依据议员们的质询建议 做成决议 为了维持稳定供电需求的前提 请市政府督促台电 不可因为电厂转型而影响本市的产业 航运观光海洋生态 以及渔业资源 进而冲击城市未来的发展 结论一 为维持稳定供电需求之前提 协和发电厂拟转型为其他污染较低的电厂 请市府督促台电 不可因电厂转型而影响本市的产业 航运观光海洋生态 及渔业资源 进而冲击城市未来的发展 结论二 市府应督促台电提出完整的区域电力开发规划 并就生态环境 渔业发展 城市景观等充分 以地方民意沟通 以保护基隆纯净美丽的外木山海洋景观 结论三 市街东移方案可能冲击 基隆港的营运 台电应考量 基隆港的营运与发展 并邀及专家学者筹组 专案小组 审慎评估其可行性 这个专案小组要包括我们现场所有的名义代表 结论四 有关协和电厂改建计划 重叠本市所辖 水产动植物保育区之开发事项 市府应负起保护自然生态的责任 监督台电以最严谨的标准 申办相关审查事项 令针对商壶面积总数之影响 也请市府呼吁台电需达成商壶资源 临近损失的目标 以上四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